这几天我抽空回看了一下我西安视频的B站评论区和弹幕 本来我觉得上次聊那期何不是肉泥呢 就可以结束西安的话题了 但我发现评论区的热闹程度远超我的想象 我看了一下我B站西安视频的用户25岁以下的大概就占了一半以上 他们可能完全不理解我在说什么 你们不要怪我这个80后对于现在年轻人的轻视 如果你们稍加拓宽自己的纵向视野 你就会发现在中国近100年或者200年的历史中 我们80后中的有一部分人包括70后 是接受文化和思想最为开放的一代人 因为那20年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20年 我们的学习氛围最为开放 我们看过的文艺作品数量也是几乎和世界同步的 我们接受的历史知识也是最偏向于客观的 从现在的时间点回看我20岁之前的人生 我感叹的是无比的幸运 所以我自然不会去责备当前的年轻人 他们只是没我幸运而已 所以拿起你们的智慧去接纳更多有益的知识 而不是去蒙上双眼 你们才会发现我视频的意义 我觉得我想再来好好聊一次西安视频的观点 算是对正片的一个完整补充 这一期呢我就不遮遮掩掩了 用这些小朋友能懂的话直接说 我先提醒有些自尊心过于强大的键盘档 请尽快取关我的频道 你的血压如果上升了 可就不是我能控制的 我再次强调一遍 我的频道绝对不是一个旅游频道 中国有无数的大好河山 风景名胜 但我建议你们少看视频 最好要自己亲自去看一下 而这个地球上呢 也有太多的旅游博主了 绝对也不差我这一个 我只聊那些我去过的地方 给我带来的思考 一个寺庙的历史优远 建筑美丽 它不是我关心的 我关心的是它的价值是什么 一个地方非常干净 那这只是表象 这说明这里的人对待生活是认真的 所以我想看旅游攻略 或者纯属消磨时间的人 看我的节目 他一定会失望 而我当然也不是什么地方都去了 自然有我的局限性 我的观点自然也有局限性 但是谁没有局限性呢 这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去发现的过程 就好像评论区里有很多人说 我什么都不了解 就在这里瞎评论 我最开始做这个频道的时候 其实也有些战战兢兢 像我这样刚走出办公室的人 显然没有那些专家学者 有丰富的知识和旅行经历 但后来我发现 所有的人的声音都是重要的 包括我自己 这就是我去发现的过程 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本身就极具意义 司马光去编写资质通建的时候 也不能保证自己全都是正确的 我又有什么权利要求我自己呢 当然我也不能要求别人 对我的视频指指点点 但要求别人不发声 我觉得就是另一个态度了 当所有的人都不发声的时候 也就没有人为我发声了 你们看这张图啊 我B站的西安的视频的用户 绝大多数都是西安人 每个地方的评论区 一定就代表了一种态度 留言的不是我 自然我也左右不了这个事情 我晒出几张评论 各位自己感受 你们不要以为 我是来和这些 与我意见不一致的人 来搞对抗的 我既没这个功夫啊 也没这个闲心 这些评论只能补充我视频没有说到的观点 评论区的素质代表了一部分本地人的素质 你们既然愿意代表这部分人 我就把它放出来让大家看 其实如果只是评论还好 但这里的情绪就是一种低能无知的表现 这个和杭州的评论区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们不知道何为理性和正常的评论 请自己一步去找找 我没有功夫在这里给你们普及 如何做一个正常人 义务教育没有做到的 我也没有这个本事 而我西安视频里的评论区 就是那种肆意泛滥的民族自尊心 西安当然有很多好的地方 我觉得我之前的视频里 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 西安知道自己的定位 如何利用这种定位去发展这个城市 西安整体上是做得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不能期待的更多吗 西安一直宣传自己是千年古都 唐朝的盛景 也就是中国人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历史高潮 我们对待历史难道不能更为严谨一些吗 被挖出来的兵马俑和陕利伯的文物 当然能证明历史 但那是过去人的历史功绩 你不能把过去的辉煌和现在等同 我看的是现在我们的人能为历史留下些什么 先来说说大明宫 现在的大明宫 是一个遗址公园 如果你是本地人觉得这里是个公园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但何为遗址公园 就是要让来这里的游客去看的 你们把一个遗址公园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说两句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 难道是来看那些杂草重生的土堆吗 难道是来看那些没有人维护的建筑模型吗 难道是来看不知道哪里来的 美术学院的艺业生的艺术作品吗 还有人拿圆明园质问我为什么圆明园不附建 圆明园的遗址都还建在 那就是一种文化遗址 大明宫还剩下些什么 是我上面说的这些吗 如果西安能认真对待这个遗址公园 我愿意来一百次 但是不好意思啊 这个遗址公园至少对我来说 它只有文物价值 还有我不想把我对大唐福荣园的批评再说一遍 有兴趣的可以翻看我上一篇的西安的视频 不管曲江文旅是一个私人企业还是一个国营企业 如果这个里面的建筑对于历史来说 体现出了一种不尊重和文化无知 我作为一个游客 自然有权利对这样的不尊重进行批评 但这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惊讶于西安这座城市 居然对于这种不尊重和文化无知是集体无意识的 看评论区只是体现出了冰山一角 这个大唐福荣园建豪已经将近二十年了 这些八十年代风格的雕像和访唐建筑上的金色吃尾 在这里已经将近处理了二十年了 这座城市居然对这样一种历史失误和审美一样熟视无睹 我能说什么呢 我就是个游客 我能做的极限也就是发一个视频表达一下观点 如果在座的各位不知道何为尊重历史 又没有机会出国睁眼看世界 那就请一步去看看这个频道的视频 你们好好看看京都这个一千多年前 就把我们唐朝的建筑保护至今的城市是如何用超乎一般人理解的执着去管理自己的城市建设的 不好意思 我上一期把我的观点很隐晦的表达出来 那这次呢我就直截了当的说 西安作为古都差的还非常远 我对闪力博的秦汉馆的体验其实是最有趣也是最复杂的 我西安的视频里的确只是点到为止 但我依然准备在这里试着去解释一下给那些不太懂的小朋友听听 这关乎于如何建立历史观 当然这就是我自己的观点 皆别是我都无所谓 我在视频里说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博物馆 而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这里先声明一下 这两者我并没有任何倾向 我只是觉得这个秦汉馆在利益上就混淆了概念 我觉得一定要先解释一下何为博物馆 博物馆的功能是什么 我所认知的博物馆就是把历史上包括现在的科学艺术等等有价值的物质 与非物质的遗产展示出来的一个地方 展示就是博物馆的主要功能 而不是去定义 因为如何定义是正确的 其实是一种权利 当你有了这种权利以后 必然就是在剥夺别人对这些历史的定义权 儒家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举足轻重 但这个秦汉馆里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褒奖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当然有其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而中国的历史中法家道家甚至是佛教理论 或多或少的都产生了作用 我却没有在这个秦汉馆里看到任何一个角落 介绍这方面的内容 那我就想问问 且不说这些介绍是否正确 介绍本身就是有其倾向性的 那么如何看待历史 就变成了个人不用去思考的能力了吗 毛泽东在1956年4月28日的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指出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 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 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我觉得这句话长得就很好啊 如何看待儒家思想就是一个学术问题 为什么一个博物馆要去定义这个思想的好与坏呢 这就不是它应该具有的功能 还有这个博物馆里介绍了非常多秦帝国的建立 在国家统一以及建筑学术水利艺术上的成绩 那秦帝国在历史上的暴政以及对人民的严刑峻法 难道不应该一道给这些来这里看展的人介绍一下吗 所以我视频里说的很明白了 这里不是一个合格的博物馆 这里说的对的不对的 有人已经帮你定义好了 你的历史观也是别人帮你定义的 请带着大脑逛这里 否则脑子就是个好东西 而这时候我想起了以前海淀一个学校的最牛历史老师 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应该很难再看到他讲历史课的视频了 我不知道现在的学校里的历史老师 是不是还能有如此宽阔的视野和批判精神 反正现在的很多小朋友体现出的就是对历史的无知 那个跑到圆明园里对着一个日本人叫嚣滚出去的人 我只能说他满脑子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 但历史课它就是零分 历史的作用是拓展一个人的纵向认识世界的能力 而当这种能力被限制以后 一个人就很容易变成非黑即白 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患者 我想独立思考的历史观对我没有多重要 你们看看我西安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就能略知一二了 用来引申到我的视频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说的对与错其实并不重要 我的视频本质上就是拓展了一种看世界的方式而已 你不认可当然是可以的 但全盘诋毁否认甚至污蔑我 其实只是限制了你自己对世界的思考方式而已 我什么也帮不了你 只有同情 最搞笑的就是有人在我粉丝量只有两万的时候 有的人评论说 我这个人只配有两万的粉丝 然后等我粉丝量有五万的时候 又有人留言了 说我这样的水平居然有五万的粉丝 我当时自己就乐了 我说我有多少粉丝既不能证明我是对的 也不能证明我是错的 还有一种没有大脑的留言说看到这么多人踩我就放心了 这两种人就典型的没有大脑 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说 所以大脑都没有 要求他们去学历史就有点勉为其难了 最后呢 我再聊聊这个大堂不夜城 我之前的视频里说了 你让我自己选择啊 我肯定不会去这个地方的 但我没说为什么不去对吧 不只是因为这里人多 这就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 而最重要的是 这里和历史毫无关联 和西安毫无关联 和文化毫无关联 这里就是一个旅游主题乐园 利用西安古都的名号打造的一个主题乐园 而且我的视频里也说了 中国人旅游就是喜欢拍照 逛街吃饭打卡 只是我觉得 这些对我个人而言是最不重要的 没有关系 只是我不一样而已 没有对和错 西安这么做 只是去适应市场而已 我这样的小众人群 变得不重要 我当然也是能理解的 但是这就是改变不了我对西安的印象 我第一次来这个不夜城的时候 就看到了这样的与唐朝汉朝 甚至秦朝风格毫无关联的雕塑 我就知道这里不是我要来的地方了 我的诉求也非常简单 就是感受西安的古运 不好意思 西安没能给我 不用说拿这里和京都去比 大同也比这里强的多 我在西安看到的更多的 就是一股没文化的金钱味 原来我说的这么直接 因为夸西安的话 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都说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重复 但我想再重复一下 我的观点 西安就是一个没有古运的地方 没办法 有些事不能怪西安 但有些事 我只想说事在人为 我知道 我说这些 可能又有人要让我滚出中国了 不要紧 19世纪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觉得 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 直到那些尖穿利炮 打开了我们的国门 他们才醒过来 我的视频的评论区就有很多人 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然后就自大的忘乎所以 所以这期视频 就是献给你们的历史课 学不学在你 反正我是没有任何损失的 最后一趴是写给墙外的观众的 很多油管的朋友 劝我不要和墙内的一些小将们 计较得失 干脆不要在墙内发声 但我想说的是 我为什么坚持要把视频 在两个平台同时发布 是因为我的频道 就是希望给所有华人看的 我还开了个英文频道 也希望世界上更多的人 能了解真正的中国 我不会像那些纯粹的反贼一样 逢中必反 这没有意义 你们做的事和墙里面那些被垄断的声音 其实是一种性质 国内当然有不理智的声音 难道海外就没有吗 我也收到过来自弯弯的 非常极端的声音 他们鄙视中国大陆人 他们觉得中国的一切都是不好的 你们不觉得这和国内的小粉红一样吗 这些声音只能激化大家的矛盾 对于解决问题毫无帮助 你们反了这么多年中国 中国就崩溃了吗 理智的声音在墙内两端更多 我们才能看到希望 有时候我也觉得 我起这个频道的名字 我是不是能够承受得起 当我发现每次做视频封面的时候 我写下Real China这个频道的名字的时候 就是在激励自己不断做正确的事 而不是只去嘲讽和谩骂 谢谢大家